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RS编写高智量CSS系列课程 好,在上一节课呢,我们主要讲的是SARS,LESS,然后Stylers 这三个呢,比较出名的这样一个CSS预处理器的一个比较 从他们之间的一个比较呢,可以看出 他们的一个大概用法是非常相似的 只是呢,语法上有一些差异和他们的最这个CSS的一个支持度 有一定的一个差异 当然,怎么选择就和大家自己去斟酌了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开始进入这个SARS的一个语法部分的一个讲解 好,这个呢,是我们语法的第一节课,也就是SARS的一个基础语法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我们讲的一些内容呢 主要是说,第一个是如何来创建一个SARS工程 第二个呢,是使用命令行 这个呢,主要是我们这个SARS和Compass的这个常用的一些命令行 怎么执行 第三个呢,是理解一下 就要理解这个Config.Ruby 第四个呢,是SARS的一个支持语法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创建一个SARS的一个工程 好,创建SARS工程的话 第一个呢,是使用SARS创建 这种情况的话,就直接说 让我们手工去构建这样的一个 就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呢,就其实 其实就可以算是用建一个SARS的一个工程了 因为它呢,并没有其他的一些文件要求 只需要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呢,书写我们的这个SARS文件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通过SARS的一些命令 来进行它的一个转换和编译之类的东西了 好,这个呢,是 好,我们把这个收起来一下 好,这个呢,是我们这个 利用SARS来创建 第二个呢,是使用 Compass来创建 这个一个怎么创建呢,我们看一下 使用Compass创建的话 主要的一个命令是Compass Create 好,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进入这样一个目录 当然,我们可以在 上面这个地址栏 输入cmd,这个时候呢,进入当前目录的一个cmd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进行怎么办呢 Compass Create 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在 在当前目录创建一个SARS工程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 新建一个目录呢 我们可以在后面带一个目录的一个名字 好,那个时候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目录呢 就生存在这个 Hello里面去了 那这个呢,就是如何创建这样一个 这个Compass工程的这样一个方法 好,我们来看 接着看 好,看一下 其实说出来就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是它的一个效果 那这些文件有什么用呢 第一个主要是一个SARS的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面主要放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SARS的一个文件 然后StyleShares呢 这个里面主要是放我们什么呢 生存的一个CSS文件 好,那这个呢 就是这样一个工程的一个结构 一个SARS目录 一个StyleShares目录 一个Cafe.Ruby 这样一个目录 好,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三个目录 两个目录 这样一个文件 好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带参数的这样一个CREATE 来创建这样一个工程 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样一条指令 利用可以指定SARSDR 然后CSSDR 这个DR呢 是directory的一个缩写 其实就是目录的意思 就指定我们这个SARS目录 和CSS的一个目录 然后图片的目录 和这个GS的一个目录 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不仅仅是创建 而且还能把我们的这个 Config.Ruby的一个参数 给改掉 好,那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创建方式 好,这个呢 是有关这个Compass的一个创建 创建这样一个SARS工程的一个做法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命令行 命令行里边的话 主要是编译SARS 如何来编译呢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执行一个 一条命令来编译SARS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Hello里面 我们怎么去编译这个里面的一个 好,这个地方我们来新建一个SARS 我们不用它 有的 有的 Demo1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它打开 好,Demo1.SARS 这个时候我们随便写一点东西 简单一点 是一个背景颜色就可以了 简灰色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样 要把这个Demo1转换成SARS 转换成这个CSS 有其中方式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当前目录下 只利用SARS 然后呢 是我们的Demo1.SCSS 第二个像素跟什么呢 可以给CSS看一下 执行之后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生成了Demo1.CSS 也是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编译好的这样一个CSS文件 那么这个呢 就是第一条命令 就是SARS 然后呢 后面呢 是跟我们的这样一个 SARS file 然后后面再给第二个参数呢 是CSS file 这个命令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叫我们的这个SARS文件 编译成CSS文件 好 在这条命令里面呢 我们还可以定制什么呢 输出风格 输出风格 有什么差异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输出风格的话 输出风格的话 其实上他们的一个意义就在于 他们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样式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叫 NIST的这样一个风格 这个风格里面的话 这个一对大括号的话是成这种形状的 就是说它这个最后一个结尾的一个大括号 然后是更在它的这样一个 生成了一个 CS的最后最后一行的末尾 那么这个风格呢 叫LISTED 然后呢 第二个是Expanded 这个风格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风格就跟我们的一个 Java这种语言的一种 Java和JS这样一个 这个大括号的一个展现方式是一样的 就是把最后一个大括号 然后提到了新行去 那么这个呢 是Expanded的这样一种风格 第三个呢 是Compacted 就是说 一个选 一个选择器的话是一行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叫Compacted 这个Compressed 这个就很明显了 就是按照字面意思的理解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压缩的一个格式 这里面呢 它就会去掉注释 去掉空格 然后整个整个都是一行 这样摆下去 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 生产环境下用的这样一个格式 好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自总输出风格 这个风格我们记得到这儿 我们来看这个监视 你去 在学完第一个这样一个命令之后 我们肯定会想 如果我们每次写一点 改一点 我们都要去 去掉用这样一个命令 去跑一次 那是不是很麻烦呢 是吧 如果我们每次 改掉之后 改掉这个之后 比如说我们随便加一个 好 我们随便改一个之后 保存 保存之后 我们现在都要去重新生成这样一个CSS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又要去执行这样一条命令 非常麻烦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的话 SARS可能也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所以呢 它能够使用命令 直接监视我们这样一个文件 当它发生改变的时候 它就自动去编译了 好 那这个命令怎么去写呢 也就是SARS 记得了 这个后面呢 是双横线 Watch 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再是一个 不再是两个参数了 它是挨在一起的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只要有改变 那么它就会产生编译效果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也打开 好 我们再来一个 header 好 看一下 body header 下面有一个 funtivate body board 这样子的话 我们并不需要手动去编译 那它自动就会帮我们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条命令的一个好处了 这样的话就极大的简化了我们的这样一个 反正说的这样一个操作 好 这个呢 主要是为了 开发的一个体验上来说的 这样一个指令 这样一个命令 还有就是说 这个地方只能监视一个文件 那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项目里面的话 这个SARS文件肯定是不止一个的 那这个时候我肯定想监视一个文件夹 如果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变了 那么它就要去更 就要去编译成CSS 那这个时候一个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其实是跟这个监视文件是一样的 当然你看这儿有 Ctrl C可以停止 好 我们就停止掉 好 这个时候的监视文件夹怎么办呢 那就需要 同样的是Watch 然后这个地方就不要跟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 名字了 这个地方我们为了监视整个文件夹 我们要退一个 SARS Watch 然后 SARS目录 然后收出到SARS SARS 这个目录下去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CS删掉 我们在这个里面去看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Demo1 是不是就生成好了 这个是没用的 看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不仅改Demo1 我们还可以新建一个Demo2 看一下已经有监视到这样一个变更了 Demo2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SARS 是不是多了一个Demo2 然后呢 就是我们刚刚写的这一段 的一个SARS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个整个文件的一个变化都已经监视进去了 好 那这个呢 是监视文件的文件夹的一个命令 好 除此之外的话 除了SARS之外 那为什么我们 说这个SARS和Compass是绝配呢 因为这个Compass提供的比SARS更强大的这样一个命令行和 很多的一些常用的一个Mixing这些东西 好 既然说到这儿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Compass又怎么来编译这个SARS呢 我们看一下 Compass的话就直接需要这个Compass compare就OK了 好 我们把这个关掉 这个也关掉 要是要注意 要是要注意Compass的话需要在这个地方去跑 Compass compare看一下 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 要不然看出效果 注意看 书写了这么多东西 一下子就编译好了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是Compass里面的一个编译 这个呢和这个SARS呢是不一样的 而且 因为我们这个这个SARS项目呢 它都是基于这个Compass创建的 所以呢 它 它会自动去读取我们这个Compass Compass里面的这个内容 然后呢 它就知道 哪个地方是我们的这个SARS目录 哪一个是我们的这个SARS目录 这样子的话就命令就很简单 就不需要去 输出这样 输出这样一个路径的这些参数 直接就可以编译成功 好 我们随便来更改一个文件看一下 好 我们开命令行 哦 稍等一下 搞错了 这个时候我们只是Compass 这样一个指令 然后我们除了Compass 我们还可以 使用 Compass.watch 这样一个东西 它又是干什么的呢 既然SARS都有Watch 那我们Compass肯定有更 强大的一个指令 直接Compass.watch 注意看 它这地方我们执行Watch的时候 它就只 写了一个Demo1.css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改了这样一个Demo1 所以呢 它有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没改的一个 没有改 没有改动这个文件 那么它是不会去生成的 那这样 那 就极大的提升了这样一个执行效率 既然没改 那我就肯定不需要再二次变异了 当然 如果我想强制 都要去变异怎么办呢 好 加上FORCE参数 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 就输写了五个出来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强制编译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 不管你改没改 都要给我去编译成CS 好 这个呢是这场命令的一个作用 好 当然这四种输出风格我们已经 学习过了 那如果我们要用这几种输出风格 应该怎么去写呢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儿跟 output style compact 注意看 这个参数呢 写错了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参数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找一找 注意看 output style 中横写style-s也行 好 所以呢我们直接 找s 好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简化 这个s的话其实就是 output style 好 后面给一个参数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生成的这样一个格式是怎么样的 看一下 是不是compact 每一个选择器就是一行 好 这个也是 好 那这个呢是我们 可以 既这样一个坚持又带这样一个 参数的 一个做法 好 更多的一个参数是哪儿 哪儿去找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样里面去看 好 这个呢是这一个参数的 是这种风格 好 关于命令行的一个简单用法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一些内容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理解一下这个咖啡格.Ruby 这样一个文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文件里面 到底是 什么内容 好 我们先打开 首先的第一行 我们不管它是require什么东西的 就不管 主要看这儿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 CSS路径 SaaS路径 图票路径 和JS路径 这个地方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个 哪儿呢 利用这个 带参数的创建 这样是不是也比较 对应 看一下 也是SaaS路径 CSS路径 这些东西 好 其实呢 在我们这个带参数创建的时候 这些参数的这个值 也就是 会写到我们这样几个参数里面去 除此之外 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们还可以设置 输出风格 也就是我们刚刚的-S那个参数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儿进行设置 当然 这个设置方式 你看它是都已经写好了 是需要带一个冒号 带一个东西的 所以这个呢 是需要注意的 这样我们把它设置成 listed 这个呢 哦不是 是这个expanding的 这个是默认风格 是 比较合适的 这个警号呢 是 警号之后代表的是注释 这样一个意思 还这儿呢 它是 能否配置这样一个 资源的这个 绝对路径 第四 这里呢还可以 设置这样一个 行的一个注释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解释 看一下 这个三速呢 主要是配置这样一个 压缩风格的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 输出的一个格式 这个呢是 是否使用绝对路径 后面一个是 是否使用行注释 其实它呢 配置的东西不太多 除此之外 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配置这样一个 环境变量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书写 Environment 好 我们可以在这儿写 Environment 开发环境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写 怎么写呢 如果是开发环境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办呢 如果Environment 它呢 是和我们的Development相等的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这种风格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我们就用什么风格呢 Compressed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参数的控制 来控制我们的这样一个输出风格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直观了 好 这个呢是我们Ruby.Config.Ruby 这样一个文件的一个理解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我们这个SARS的一个注释 和其他语言一样 我们SARS的注释有两种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单行注释 它是不会生成到这个CSS 一个文件中的 这个地方看一下 我们这个Watch命令还在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书写就好了 好 我们把Demo2关掉 我们直接用这一个就好了 比如说我这儿写注释 单行注释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头部的这样一个Style 注意看它并没有编译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容中去 好 我们可以将这个重启一下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重启一下这个Watch的话 它就可以使用我们的 什么生存方式呢 使用我们 新的这样一个格式 这个输出风格 这个输出风格 随便输一个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输出风格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注释 除了这样一个单行注释之外 我们还有一种注释叫标准的这样一个CSS的一个注释 就是 就这样的写法 好 看一下 注意看这儿了 这个地方的一个注释是生成的这样一个内容中去的 好 当然我们的一个注释不能写在上面 因为写在上面的话 它最后生成的一个结果 是位置不对的 所以我们一般的注释呢是 好 写这个位置 注意看这个时候呢就是生成的这个位置来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photo style 它就会生成到我们的这样一个 样式表里面去 好 这个呢是我们两种注释的一个区别 好 一个呢是刷以后的一个注释 一个呢是 一个呢是简单的一个单行注释 另外一个呢是标准的这个CSS一个注释 好 这里呢还有一个要点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的环境呢是environment 比如说怎么做呢 我们演示一下啊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 这个注释呢是生成过来的 那这个时候我改一下 我要给它一个环境 in environment in environment 看一下写对没有 检查一下 还是把这个配置文件打开 好 这样子 好 development 这个时候呢它的参数我们以前写的是 development product 这个时候呢我们写production 好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样一个效果啊 我们随便还是先把它编译一次 我们随便还是先把它编译一次 product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的这个风格的话会是这个compress的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 直接挖起一下 带上这个force 好 好 好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看这个时候我们的注释不见了 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想要在这样一个compress的这样一个风格下 它也需要注释的话应该怎么去做呢 这个时候就要设计到一个重要注释 就是我们把就是在这个标准的这样一个css的一个注释的一个基础上 加上我们的这样一个感叹号 就是说第一个字符是感叹号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这个注释就会被生存到这儿来 注意看 就算是压缩格式 它也会把这个生存过来 这个呢就是我们重要注释的一个定义 好 这就是我们重要的一个重要注释的一个写法 好 这就是 好 三种 两种注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中文注释的一个问题 这个呢 是 很多这样一个sars新手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一般来说我们习习惯用这样一个中文的一个注释 好 这边 好 这边打不出来 我们在这儿粘一点就好了 好 好 好 这里应该是因为我处理过这个问题了 所以呢它就生存好了 实际上的话 如果我们 直接使用这个中文注释的话 它这个 它是会出现出问题的 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去 这个路径 当然 可能大家的路径不太一样 那其实就是这样一个Ruby的一个 根目录 然后再往里面走 找到它这样一个GM 这里面去的话 然后 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sars 其实也就是让我们这个sars的一个里面的话去更改 它的这样一个配置 看一下 就是这段代码 我们把它注释掉 这个是因为是我家的 所以我们先把它注释掉 注释掉之后的话 好 再来编译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demo1就已经报错了 因为它无法读取这样一个中文的一个字符 所以它这样一个 看一下 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一堆错误的一个信息 它拿到了 然后呢 读不出来 它说这个是 这个是GBK的一个字符记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要 在我们的这边 加上这样一行 encoding.40 Extender 好 这样子的话就是让我们这样一个 引擎呢 它是能够认识这样一个UTF8字符的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编译的话 它就能够跑成功了 就看到我们刚刚的一个效果 好 是能够成功的 好 这个呢 是我们一个比较 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中文注释的这样一个问题 好 那这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呢 就是这么几点 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一个课后任务 第一个呢 是创建一个SaaS项目 当然 这个已经讲过了 都是利用 Compass这样一个指令去创建 然后第二个呢 是 转换这个SaaS文件到CS 这个呢 有很多种方法 那 不管是 直接 SaaS命令 然后 或者是 Compass命令 再或者利用两者的一个监视 都是可以做这样一个操作的 第三个呢 是相互转换 好 这个呢 有一点难度了 因为这个呢 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去讲 但是相信你大家的一个智慧呢 是 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第四个呢 就是自动编译SaaS文件 既然自动嘛 肯定就是用这样一个Watch 这样一个命令的 好 相当于这节课的一个答案都已经说了 好嘛 那 这就是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我们就下节课再见